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在讲课之前了 把这个是这几天了 王友蒙给我发来的短信啊 种种比较好的建议了 在这说一下 大部分网友给我一点建议了 小小的建议了 就说是我的普通话不标准 投资不清楚 有些听不清楚 关于这个问题呢 可能是跟我的视频摄像有关系 我这个条件比较差 在以后的课里头呢 我尽量注意这方面吃 但是有些呢是来免的 希望大家谅解 现在咱们继续接着讲这话 好 今天咱们呢 收拾的部位不是太多了 主要是以折色为主 咱们呢 现在把暗的部分都在 留意收拾一下 然后咱们呢 咱们呢 咱们呢 去画一階段 大家啊 最主要呢 也跟我一样 拿这么一个纸 毛底上有些 这个毛底上有时候水灯大乱 或者是颜色的深浅不好把握的时候 调一下 把水吸一下 嗯 在收拾的时候呢 毛底呢 在关键的部位呢 尽量干一些不要太湿 太湿以后它硬 硬了以后就不好控制 好 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暗的部位呢 咱们把它收一加湿里面 又一加湿里面 这是三与 这个是三与三之间的交界的地方呢 它有一个阴暗的地方 嗯 这个了 画三水了 选这个是纸张了也很重要 嗯 我选的这个纸张了不是太好 嗯 这个纸张了不是太好 嗯 它里头呢 这个纸张了里边呢 搬多了一点 啊 它搬多了以后了 它容易流出水印了 它容易流出水印了 嗯 大家注意看看这个 就是这个瀑布这一块了 现在了 这个水了有点单调 有点单调了再强调一下 强调一下了再往下延伸一下 延伸的时候了 要注意错落 不要平行走 注意错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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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 要注意错落 把中间的这个湿布了 稍微略加速 错一下 不要平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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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前面的时候 这个现在画出来看着起来不太配 这个色调了有些动物 它干了以后就好了 干了以后就融到一块 现在石头看起来有些脱节 这个是为了再往后延伸一个层次 再加一个层次再丰富一下 这地方显得有点单调这个山头 但是这个后面丰富了不要高于这个山头 进到了地狱 这的话该念好了 就不要那个石头的结构 免得不够 我再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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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人一下 我一人一下 现在咱们就开始折色 上色 上色了 我先是用的是 最好先用淡折石 淡折石了 整个玩关键的地方了 该提的地方了 先走一下 淡淡地走一下 不要太重了 淡折石 你这个北方的山跟南方的还不一样 它裸露的比较多 裸露用者实的原因 就是说它裸露的多 它植被了少 植被少了以后裸露的多了 这实了更能体现这个石头的质感 不要太重 刚开始了 轻一些 等整个上来以后呢 感觉不够的时候再加 不要一次加到了 一次加到了以后呢 到时候你就不好修改了 淡淡地走一下 然后我现在上的这个可能看起来是比较重 干了以后它就淡 干了以后就淡下去了 等干了以后咱们觉得不够的地方了 重新在 在上 在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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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